ちわら 1 2 a asi la 1 2 a 武装守攻勁誰最強 特殖步 武装守攻勁誰最好的 特殖步 特殘 特戰隊 是 Chaos 是誰的 都是GO 特殘部隊在外界的眼裡是一隻很神秘的兵種 第一次我們平時的組裝任務是在作戰區域域域防 continuer 災害防救、3D救援以及训练整备工作 暂时则协助各作战区执行敌后征收 狙击、破坏、应援重要目标防务 及协力伤害要点守备等任务 原因如此 我们特战部队具备了强悍的体育 跳绳的能力、专业的技能 以及对命令贯彻的执行力 成为终于跳汗、勇猛顽强的对训 就是对于我们特战部队最佳的想象 我个人会选择在营转无志愿意义 加入特战部队这个大家庭 从一个士兵当起 主要是想要放下自己入园前所享有的一切 去学习一种叫做服从的东西 打从心理去服从的能力 并且实践在生活中的大小事务上 大到部队战斗的任务 小到只是整理个人的内容 对任何一件事物都抱持着一种学习及体验的心态 然后在完成之后细细去体会 这会让我感到受益良多的一年多以来 我目前已经经历过六年破包兵 初一级领导师官班的授续 以及用自己的双脚爬上和环山袭来北风 并完成了少见的高寒地救援训练 还有参加了近年度的汉光联系 伤害要点守备任务 这些都是我从小一直到完成硕士学业的过程中 难得的体验 也是在父母亲的鼓励下 我想如果能兼顾个人就业 以及成长学习 这都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有一天我正在出帮忙的时候 他回来他跟我讲说 妈妈我想要留营 那我也没跟他讲好或是不好 然后这中间我就一直观察他 有一天他又跟我讲说 指挥官他们答应我要留营 我说你心掌厚皱我 我当时也问他说你为什么想要去 到后来问他跟我讲说 我一直都在读书 不是要挑战一些比较不容易的事吗 那我现在我觉得 部队里面当兵有一件事情 是我很不习惯很不习惯的 我说什么事 他说服从 而且千变于立讲一样的话 那我说那这样子你就不要去就好了 后来他又说不一样 他说我发现到我以后 我应该要学习这种态度 当我接触到李源刚 我了解他具有到清大硕士的背景 那有别于一般具有高学历的人员 所会做出的决定 李源刚就选择重新这条路 那当然以他只有具有相当高学历的背景 他去外面的旧职市场 是有相当多的机会 以及具有相当高的优势 那他去选择重新这条路 当作他人生起步的一个开始 我在特战部队的学习与经历 可以让我在面对问题的态度 和处置上更加从容 我相信这会是我人生中 最值得骄傲的一段学历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